首先开始之前要宣传一下 勾个杯不经不觉来到决赛阶段 这些时间过得斩眼真的很快 当然之前一直都说决赛都想搞个看球派对约出来看球 之前都约过几场出来的 决赛没理由不看 西班牙对英格兰这场决赛将会搞看球派对 时间就是这个星期日的深夜时间 地点继续在Chillless 地址同楼环 礼顿道 95-97号 星辉大厦地铺 即是同楼环保粮局 旁边有香港大学晋修学院 对面就是Chillless 这间餐厅 铺位是黑色的 然后可以进去上层的就是Chillless 这样 价钱是$250 per hectare 我不知道到时是否是$250 包含几碗 还是minimum charge 总之你预算$250 左右 时间长波就会开三点钟 但我应该12点半左右就会去到 所以大家可以早一点就去到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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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等开波就挺好的 波真的要一班人看 这些气氛才会好才是精彩的 几小的波就算一班人看 也会时间过得快些 大家也不会立刻那么容易合眼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特别那些之前说 哎呀之前没有时间来 下次我一定来参加那些 又或者说我在香港一定来参加 那你如果这么巧在暑假 或者这段时间回来香港 那就麻烦报名了 不要放我飞机了好吗 给个forse hobo 又说来接着最终人不来的那些 就是麻烦吧 那报名方法很简单 那见不见到图里面有个QR Code scan进去就是Google Form的连续 进了一份Google Form里面 然后填完资料 按Submit就可以了 或者在影片下面Description那里 按入Google Form的连续 又是填完资料 就寻了进去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拥有参加多多支持 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 欧国杯 不是这样也不来吧 大家一起见证着 这个欧洲冠军的诞生度 究竟是西班牙精彩奪冠 还是被英格兰收夫基 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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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的 又拿到冠军呢 一大群人出来 看着西班牙精彩进攻 不これρά都是很有意思 希望在这些 confused 希望大家看到大家 多多支持 好,到时见! 不经不觉,欧国杯就来到最后阶段了 转眼间就过了整个月了 真的整个月了,6月14日开播 现在都已经7月13日了 已经整个月了,过去接近30天的时间 这位欧国杯当然的feedback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觉得闷,没什么气氛 球队有功利,有保守等等 但其实你再看回有些球队,例如特别是下把球队 或者做惯下把球队,或者是二线 甚至是三线,即是被誉为人进可呼的余腩等等 那些他其实踢得挺开放的 那些看得挺开放的,挺开放的 豁出去这样踢,知道自己实力不够了 但也要豁出去拳一拳 正所谓死亡,准备一拳 但又被踢到一个精彩足球手 拳到罗马尼亚,格鲁吉亚 起码出到线吧 对他们来说已经超越了目标了 结果来到这里,现在决赛了 西班牙对着英格兰 这两队球可以说割走极端 西班牙被誉为今届赛事中最进取的球队 英格兰被认为今届赛事最保守最西的球队 好像说未知最西的,最西是法国 英格兰被踢上来就是最保守的球队 来看看这个西班牙,进取的西班牙 对着西班牙的英格兰 真是一个挺有趣的对决 如果算了,我们首先看看 双方面过往历史上 对碰过正面交锋过27次 其实西班牙在这27次的对碰里 就是赢了10次 英格兰赢了14次,3次打和 如果在正式赛事来说 双方是对碰过8次的过往 正式赛事是如何为正式赛事呢? 就是欧国杯的决赛周 世界杯的决赛周 欧国杯外围赛,世界杯外围赛,甚至欧国联 这些都当是正式比赛 正式比赛中,双方对阵过8次 西班牙赢了2次 就是欧国联的分组赛,作客赢了英格兰2次 但是如果说正式比赛的话 其他的都是英格兰赢多的 部分里面 英格兰赢了90分钟之内 不需要射10秒 连加时有个KO的话 英格兰赢了4次 如果在过往欧国杯的时间 对碰决赛周 在决赛周来说 双方决赛周对碰过2次 第一次是1980年的欧国杯 当时主办国正正是西班牙 他们分组赛对着英格兰 可惜被英格兰 英格兰赢了波禄瓊和活博 各件一攻 2比1赢了西班牙 接着 对上一次就要去到96年的欧国杯 相信有些球迷 看球多久一点 都可能会记得了 这一场球 对啊有些印象 英格兰当时主办国 双方 换一换 之前80年西班牙主办国 现在英格兰是主办国 在八强的赛事 对碰 当时双方 8-2分钟就踢成0比0 平手 却射十二码 却射十二码 舒利亚、柏列皮、阿斯和加斯 都射入 结果就是4比2 就赢了西班牙 进身四强 但四强也射十二码 就输回给德国了 最终就无缘进身决赛了 而上一次双方的对碰 就要去到2018年10月 欧国联分组赛的次循环比赛 英格兰作下西班牙 就赢了3比2 原来对上一次已经去到2018年10月了 接近六年了 未对过 双方就算有疑赛也没有踢过 一来就已经去到现在了 就要去到欧国杯决赛了 哇 真是精彩了 当然了 刚才所说的这些过往的往迹 就只作参考 只作参考 因为始终都差这么多年了 那怎么可以作准呢 对不对 只不过给大家参考一下 只不过就看到 其实西班牙过往也不是说 那些往迹是佔着数的 说到西班牙了 现在大家会觉得西班牙踢球 那些球非常好看 很进取 哇进攻很好看 这样子进攻 进取主动 但其实过往 由西班牙当他们赢了10年世界杯之后 迪布斯基大 甚至可以说 甚至乎 去到两年前世界杯 安力基那一阵 其实西班牙都算是西波之选 尤其是安力基大 迪布斯基大 拿了10世界杯之后 开始就更加沉迷在控传方面 而控传就是控波多 赶球控球 有点慢出球控球 走火入魔 无论是迪布斯基也好 然后短暂教育的盧帕迪古 然后安力基 也是讲求这一种的踢法 而两年前世界杯的时间 安力基就是带领的西班牙 在16强对摩洛哥的比赛 猜了千多球 但是问题 射门的寥寥可数 也没有什么威胁 只猜在那里 不断横传 在那里猜 没有意义 看到大家都黑眼 最终是射12码 输给摩洛哥 大家更加奉摩洛哥 民族英雄 球迷的英雄 帮忙把西班牙拉下来 更好 结果也让安力基下台 安力基下台之后 西班牙捉肿 U23就提升了迪拉富安迪 可以说将西班牙改革 除了保留技术 当然有得上升 跟早十年前相比 西班牙保持上升的技术 好的技术 但是更加再讲求速度和力量 过往大家知道 万条斯理 若不耕风 但现在不是了 西班牙速度也很讲求 首先控球方面 不会与你力量和你再盲目追求控球 甚至乎你要控球给你 西班牙不介意做控球 比较控球比较下风那一队 不介意的 照看而已 但是进攻一去到进攻 就是港球两翼侧击 多了 而同时打防反也多了 实而不华了 可以说实际了 但同时保留了高效率的进攻 如果说到侧击 西班牙的进攻 或者今届的大红人 耶马这个年轻人 真的不得不提 这个年轻人 7月13日 我今天 刚刚才 就今天才够17岁 开球前 他还要说 带上功课 书过来温 做功课 应付考试 还在读书 还在读中学 这个年轻人 之前刚刚过一季 才在巴塞上位 叫提升一队 打起了他 当然迪拉库安迪也是一个救疆的教练 可以够胆把这个小孩子 放正算 一开始第一场就放正算 知人善用 夜马 踢法巨速度 有技术盘流也好 突破能力也好 还有有好足球智慧 不挟长 还要这个小孩子 最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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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的 盲援把握力 是一样的 都失识了不少资料 但是上一场四强 对法国的世界球 开齋了 也让他成为了 欧国杯史上最年轻的入球记录 亦都可以说 把信心打起了 其实你看回 夜马 16岁的球是很成熟的 比起同龄的人 就是球员 你完全不觉得他只有16、7岁 只有5个16、7岁 你说他21、22岁都还有人相信 他和左边的尼古威廉斯 成为了今届西班牙的进攻 可以说是两个最有威胁的两个球员 所以西班牙 还有当然 他们也明显看到 很有活力 令西班牙的前线 当然还有不得不提 丹尼奥莫其实也很合适的 帕迪的受伤 并没有影响到西班牙的进攻 反而丹尼奥莫感觉上 现在取代帕迪之后的位置 更加令西班牙的进取性和侵略性提高了 帕迪始终感觉上 那些球是比较柔的 和在离开巴塞体后 好像感觉上发挥不浪 在球会里面的表现 但是丹尼奥莫真是 始终是早离开巴塞 就去过萨格勒布大蓝帽 现在又在踢RB来比石 在吸收了不同的足球经验和风格之后 踢法更加实际 更加侵略性高 所以丹尼奥莫也是其中一个 在西班牙进攻里面 可以留意的球员 他现在也进了三球 他现在也进了三球 也是在射手球领先 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今场球 两队球也进了三球球 两个对碰 所以可以看看 究竟哪个可以拿到神射手 丹尼奥莫迪球 后上的进攻 其实真是不容忽视的 你一走漏他就麻烦了 特别 西班牙很善用 除了在肋骨位和两边侧击之外 就是很善用你的防线 禁区顶的位置 他们那些球员那种走位 令到你看不及的时间 他就有事 但一定会有人 就后上入窃 就进攻射入 对德国那场见识过 对哈罗地亚那时候也是 当然说到西班牙中场 真的不能说 诺迪 是不是呢 诺迪的控制节奏 加上防守 诺迪本身已经超班了 这个真是世界级中场 可以说是重要的一员 无论在万城也好 还是国家队也好 一定是重要 做些事情好像很不理解 数据显示不了 但是其实十分之重要 但是今届的表现好 想说是什么 就是反而又 可不可以说不起眼 大家反而没有放进去 其实法比安雷斯 今届的表现很好 也同时是很重要的 今届已经有两个入球 两个助攻了 其实中场可以说 他和诺迪 才是球队进攻的一个起点 一个核心位 你前面那些什么 尼高威廉斯 甚至丹尼奥莫 是都重要 但是若然没有法比安雷斯 他们在后场送上来组织的话 那你前面怎么攻呢 是吧 法比安雷斯组 就是他长短也有 轮个球上来也有 或者后场放 长传的也有 帮手拨一下脚也有 护个球也有 两个 洛迪和法比安雷斯 可以保持 令西班牙进攻的流畅度 可以保持到 保持到 所以 中前场也很好看他们 当然了 迪拉库安迪 带着这队 已经整理得不错了 后防也算稳定 就算上场球 没了 停赛 但用拿祖 感觉更稳定 对吧 右闸卡华查 回复出 这场球还差很远 上场可以用拿祖 对着麦总 就有点麻烦 但至少 就算他在下半场 把拿祖放回右闸也OK 反而左闸 古古利娜那边 真的 是弱点的 明显 古古利娜 是不足够的 但是暂时还能支持 其他队友帮忙的时间 还能支持 因为迪拉库安迪斯 很多时候回来帮忙协防 所以这也令西班牙 攻守的平衡 可以保持到 但当然 对着英格兰 是不是真的闪眼呢 很多人就觉得闪眼 英格兰这些西波 哪是西班牙的皮 法国也守不住 的确实是 但是英格兰是否这么不堪呢 真的这么完全没有机会呢 我们又看看吧 英格兰这届赛事 虽然真的挺西夏 真的挺西夏 那么 来到现在 这一刻 入到四强 英格兰 其实 他们 从分队开始打起 暂时来说 真的没什么 有说服力的 没什么有说服力的 其实三场球打得最好 已经是上一场了 对荷兰那场 都只限半场而已 只限上半场 其实那上半场是不算不错的 算不错的 严格来说 喜欢还是不喜欢也好 都算不错的 那 那 英格兰这队 真的有趣 你拿着这群兵 是很健康的 很多都很高的 很有级数的 是吧 你竟然踢到 这么保守 真的看不到 收夫基 完全是发挥不到 本身的功效出来 King 其实 现在进了三球 但今届 他的发挥 一般 但是 上场球 他多了回来 拿球的时间 差很远 对荷兰那场 特别上半场 King的踢法 真的要是回来 帮忙拉空 拉回对手的后围 再帮忙分边 再后上插入进攻 是需要这样的 收夫基 你一开始 只放在他前面 等机会 大哥 哪有这么多机会 你又没有那么多功应 你就是想玩死人吗 那King 这件事 踢回他最耍家 那一刻 也都令到英格兰的进攻 流畅度是好 当然 踢回三中坚 就是把两个 比林涵和科顿 把科顿 放回偏右位置 其实 对科顿的发挥 是差很远的 都好了很多 因为 你看到科顿 放在左边 他完全不适合 他也不适合 他也不适合踢的位置 乖性推回到中楼 但是他在右边 就是他平时 骂程踢乖的位置 那已经差很远了 老实说 科顿上场球 的发挥 在上半场来说 不是太差的 算是这样的 感觉上 甚至不敢说 科顿上场球的上半场 是他今届 比赛赛事看得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四十五分钟 来的了 可以射球 又中树弹出 然后 拿球 又给杜菲斯护空门 差一点 其实他的走位 那些 在上场球 上半场也挺好的 不过 你看到 现在 似乎他和比灵涵 感觉上还是一加一等于零 有些伤特的味道 这个是收夫基自己搞不定 比灵涵反而越看越沉 如果你说这么说的话 好了 有些朋友就会说 高尼彭马 是否可以做正选 高尼彭马 次次出身来 是有表现的 对瑞士那场 甚至乎 上场球一出来 就凭着他 紧有时间 原场前就是他的直线侧内 被屈坚斯射入 绝了他入球 解念荷兰 高尼彭马绝对是 你在车仔今届的比赛 进入不少球 扣了整条前线 变成了彭马FC 虽然在英格兰 感觉上 个人觉得 他的速球智慧 比科顿更好 真的 好球比科顿 我觉得 但个人觉得 这场球也是先后备 收夫基不会变 他怎么敢变 玩我吗 收夫基怎么会变 不要玩 这个收夫基 就是 继续 前线也是这样排的 就是 那 反而 想看一下 梭尔会不会正选 因为你对着那边 野马 就是你左边 就是再对位 对手的右边 进攻 就是野马 野马 那一刻的突破力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加上卡华查也会上来的 如果你继续出查比亚的话 就很容易拎 查比亚 本身防守力是一般的 再加上他根本就不适合踢左闸 他都不适合踢 不适合踢左闸 如果对着野马 对着卡华查的话 我刚刚讲他就死了 只要死了 所以防守力都比查比亚好 只是怕状态 但是你看到上两场出来的时间 都不差 如果放正选 是不是值得放正选 试一下呢 起码对于球队的 攻守平衡方面 都是再好一点 就是 那好了 收副机 被人骂骂骂 骂骂骂 骂骂骂 骂骂骂骂 决赛都魂了他手 又这么说 决赛对着西班牙他手的 我又不怪他 因为如果对远西班牙 要跟他斗攻的话 就和送死没分别 真的死着 和自杀没分别 所以这场球 其实之前你说分祭车踢到底 也有什么 就算分祭车还没有踢得这么困難 也会晓得收副机 这场球是会防守为主 一定是保守的 打防反 这都是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是正常的,正路的 这件事我不会怪他的 但是当然了,你的临场调动是怎样的呢? 你真的要换人果断点 你又不要又在那裏扮战术大师了 哎,真是 那你说今场球呢?暂时看来西班牙是比较高一点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吃眼英格兰呢? 我觉得未必的,有事 球呢,一场一场过,他球有很多变数的 真的有很多变数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 運气的东西,天时地利人和 你怎么知道呢? 真的 我又不想说到这样了 但是英格兰有运气上来 真是随时 当年葡萄牙也看到了 整个过程 只是一场球 90分钟之内可以打好对手 其余时间都要和 或者加时甚至12码才搞定 都要拿到欧国杯冠军了 有什么这么奇呢? 真是 最终若然 我刚刚说,若然西班牙是拿不到这个冠军的话 都不用觉得出奇 这些事情很难说 好球不如好运 有时候觉得 当然了 这些人真是债趣 最终的冠军谁熟 看完这个决赛 究竟进取的西班牙赢 还是保守的英格兰赢呢? 我们即管拭目以待 OK 好了,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点赞 还有订阅这条YouTube频道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就在YouTube 按个小钟 收通知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 mypatrick 乐远郎的IG 因为逢新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亦会订阅IG story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